學校的簡單歷史 我看資料 民意國小 以前這附近有海山煤礦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居民 那時候還非常熱鬧 就很多的居住的人口 那大家 小朋友要上學都要跑到大埔國小 現在的大埔國小 那所以呢 為了讓這附近的 小朋友可以方便就學 就在現在這個地方 建了大埔國小民意分布 民國五十三年的時候 後來五十八年 就獨一變成民意國小 學校大概簡單的歷史是這樣